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在日本解除此前对中国公民的入境限制 宣布恢复对华签证的一周后 中国驻日使领馆也宣布 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中日在经历短期的签证风波后 终于恢复正常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 鉴于日本驻华使领馆 已恢复在华签证业务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自即日起 对日本公民恢复签发口岸签证 恢复实行72或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日本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报道称 似乎标志着中日入境问题缓和 有人对此质问 中方先取消了对日的所谓反制措施 是否意味着 中方现在可以理解日方的防疫政策 之后也不再会要求 尽快取消该措施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日本驻华使馆已经于1月20日宣布 恢复审发中国公民的赴日签证 日前 中方恢复审发了日本公民来华签证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将疫情防控政治化 认为应当取消 针对中国的限制性歧视性限制措施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为中外人员的正常往来创造更多的便利 很明显是日本先让步解除了限制 而后中国给台阶下才放开 据说挂红牌被投诉太多之后已经取消了 多位网友反馈已经没有这个流程了 重庆领区的三年多次签证也已恢复 北京上海广州领区三年多次和单次旅游签证 据传恢复在即 目前 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日本 结束这一没有必要的入境限制政策 日本后生劳动大臣加藤表示 来自中国入境者的阳性率不到1% 基因组检查也和日本流行的病毒是一样的现状 有消息称 日本政府将会在近期对目前执行的 对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防疫政策进行调整 目测春季开始 中日线会大量增搬 价格也会相应调整 日本原本是一马当先对中国公民加码入境限制的 但在其国内旅游业等相关产业遭受重创后 立马就灵活转变了态度 就在日本恢复对华签证的前一天 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次重申中方立场 呼吁相关国家解除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 与中方共同为实现人员正常交往创造条件 中方的用意很明显 那就是给日韩等国家找了个台阶下 只要其先取消对中国游客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中方同样会对等回应 调整相关措施 原本日本的态度比韩国更为恶劣 但最终先于韩国服软 还是有点令人意外的 造成日本态度转变的 或许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中方的反制很有成效 数据显示 在非疫情时期 中国每年复日游客近千万次 占复日旅客总量的四分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旅客养活了日本半个旅游业 而一旦限制中国游客入境 日本相关产业将遭受不小的打击 尤其是近些年来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 旅游业的兴盛 已经成为日本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在中国优化防疫措施 放宽出入境举措的关键红利期 日本迫于经济压力 自然也想趁势拉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日本正在着力调整经济结构 而推动转型趋势的 就是向第三产业倾斜 旅游业无疑是重点扶持项目 春节期间 中国国内旅游的人次超过三亿 而中方复日旅客数量骤减 日方航空公司的中方航线 也在迅速下降 减少到疫情爆发前2019年的10% 与此同时 日方大型商场中 虽然来自韩国等国家的旅客有所增加 但中国游客在持续下降 日媒报道称 虽然已进入中国农历春节假期 但中方游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数 日方航空公司和酒店的预定十分低迷 简单来说 日本经济转型离不开中国消费市场的帮助 因此不会长时间干着砸自己饭碗的事 而就在日本放宽入境限制后 短短几日内就收到了数十万份申请 对此 日本还将每天入境最高人数从5000提高至7000人 留学生还不算在内 第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 尽管美国仍在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 但布林肯访华显然说明中美双方都有意改善双边关系 恢复对话与合作机制 因此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 如果布林肯在华取得积极成果 日本也好下得来台 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保持一致 不至于进退失据 反观韩国仍然执迷不悟 不仅拒不认错 反而将针对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延长了一个多月 摆出一副绝不首先向中国低头的姿态 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 韩国境内防疫防控形势向好 但不能完全排除春节之后 海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导致疫情再次扩散的可能性 而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9日发布的数据 28日 自华入境的短期居留外籍旅客中 仅有一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落地减阳性率为0.4% 和日本一样 给韩国旅游业创收的大头依然是中国游客 数据显示 疫情之前每年富含的中国旅客占比超过30% 因此在中国宣布放开后 韩国旅游行业的人士纷纷响应 但尹熙悦政府却对中国旅客关上了大门 由此不难看出 在经过三年的行业萧条之后 韩国政府似乎依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距中国逾千里之外 错过此次春节出行的黄金时段后 韩国也将为自己的傲慢和鲁莽 付出沉重的代价 按照中方此次回应日本恢复签证的举动 如果韩国没有选择延长禁令 而是顺势而为向中方认错 说不定这场签证风波早就结束了 但这次韩国选择强硬到底 那么事情也就没这么快结束了 事实上回顾韩国近期的态度转变 从一开始的要求外交部门对中方说明立场 到最后做出了继续延长对华签证限制的不合理决定 这其中的态度转变是很突然的 也与其本国利益相违背 结合日韩在对华签证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做法 其实也就不难看出 真正在幕后推波助澜的还是美国 一方面 韩国为了能在与朝鲜的对峙中占据上风 不得不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 1月29日 北约秘书长访问韩国 他称 北约需要加强韩国和北约之间的伙伴关系 应对中国的挑战 北约这是希望 韩国逐渐开始乌克兰化 甚至在中国解放军武统台湾省之前 韩国日本有可能加入北约 或者在亚洲组建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 因此 韩国哪怕牺牲本国利益 也要换取美国的支持 表现得比日本更加忠心 另一方面 对美国而言 在布林肯访华前夕 仍需要保留一定的筹码来对中方进行施压 倘若日韩同时取消对华签证限制 那么又会被一些鹰派政客解读为对华软弱 因此 基于多方面因素 韩国不想也不能在现阶段出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趋向 而就在美防长奥斯汀即将再次访问韩国这一敏感时刻 两架解放军战机飞入韩国在东海划定的防石区内巡视苏延交 给尹熙悦政府提了个醒 尹熙悦其实十分清楚 自己不承认三不一线原则 想要重新让萨德入韩已经触碰到了中方的底线 极有可能引来中方的强势反制 韩国的态度看似强硬 但实际上并不坚定 一旦美国给出暗示 其大概率会立马转变口风 一直以来 韩国都和日本一样有一个大国梦 但由于实力与野心不匹配 只能为美国马首是瞻 结果就是一步一步沦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